刚才看到苗栗县提报大矽谷计划中央核定的好消息 让后龙正是振奋不已 不仅成立了后龙科技产业园区推动委员会 政公所更是积极备战 提出交通便利、土地优势还有法规部分 则是以特定区的方式强调一次规划到位 全力争取大矽谷计划在后龙 地方正要早在今年5月中旬 全员动起来 成立后龙科技产业园区推动委员会 中央核定好消息一传出 令后龙人振奋不已 尤其在我们中县长努力的推动之下 我想未来的后龙科技园区如果带动起来 绝对会带动苗栏的十乡镇 跟着一起起来 那苗栗的十八乡镇会均年发展 也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中央政府 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支持 也特别感谢中县长 对我们这个案子配合我们地方吉利来争取 那我们也看到中央的回应 那国科会这也已经确定 我们纳入那个我们大溪谷里面 那这特别感谢各位长官对地方的支持 陶竹苗大溪谷计划产业储备用地 竹南头份后龙三厢正式 总共提高大约960公顷 后龙具备有土地优势 非常感谢县长中东景 还有立委前超明 还有我们议长李文斌 郑秋风议员林宝珠议员 还有邱一清议员邓还有我们花主席代表会 大家后龙镇可以说上下全部一条心 潜力来争取后龙科学员期的复活 那非常感谢行政院也帮我们核定 位于国道三号大山交流道的330公顷用地 其中200多公顷是既有的公有地 土地征收较其他两厢正少 地点汇集了国道西滨公路 高铁台铁交通部打结 因为我们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西滨道路包括台一线交流道 大山交流道都在旁边 包括高铁快速道路都是在这里 所以说整个交通方面 你知道我们可以说是最适合的 法规部分正宫所宁定要采取特定区 不让多年前科学园区落空再次重演 强调规划一次到位 展现决心与信心 版本文字幕政策